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CPU的核心树目了足备的增加 每一代比上一代几乎都会翻一倍 能让呈现一个指数级的增长 那么随之而来的用户对需要更多的内存去满足 CPU核的增长 数据在指数据的增长 特别是实时处理的这些数据 它的这个在总的数据量中占的百分比 增长更加迅猛 到2025年所根据IDC的报告 所有的这个数据 实时的数据会占到25% 那实时处理这些数据需要大量的内存 因此也提出了更高的这个对内存有更高的这个需求 那另外一方面呢 内存的这个密度 虽然在持续的去增长 它的容量也在持续增长 但是这种增长速度已经在放缓 它这个增长的速度 没办法去跟CPU核数的增长能匹配 导致DRAM的这个容量增长 跟不上我们应用的需求 用户面临一个内存的一个严峻的一个挑战 那么为了应该这一挑战 Intel推出了独家的3D Crosspoint存储介质 基于这样的战质呢 我们开发了新的一些产品 那么这个战质跟NAND SSD是完全不一样的 首先它的数据可以安慰来进行访问 每个单元的状态都可以独立的进行这个改变 那么与NAND SSD相比呢 像NAND SSD的读写啊 都是需要以液为单位来进行 擦了擦除的时候呢 要以快的为单位来进行进行 这样的话呢 导致它这个读写的效率啊 都会比较低 同时呢 它在内部呢 使用了垃圾回收机制 去回收一些不再使用的这个快和液 这样会带来一个性能的一个影响 那奥腾持有类层 奥腾的戒指就是完全不一样了 它的戒指本身是可以按这个位去寻止 同时呢 它没有 没有我们的这个NAND 所有的这个垃圾回收的机制 因此它的性能呢 有更大的一个提升 英特奥腾呢 是一些非常独特的一个技术啊 概括起来它有几大这个优点 或者是有几大优势 第一个它是一个persistent的 这是在内存领域中间 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存在啊 数据呢 可以在持久化的一个存储 同时它的这个访问速度啊 跟DRAM是非常接近的 既可以做内存使用 也可以作为存储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它可以实现这个就地的更新和写入 所有的写都可以直接在原有的基础上面去进行 因此呢 不需要去再去插除像一个页面一个换 然后再去写 这个效率很高 第三它是一个基于字节就可以进行寻止的 这意味着说它可以像内存那样直接去使用 那么一方面是大家在改善了它的这个效率 同时呢 也降低了这个编程的这个难度 因为它就跟内存一样可以去使用了 最后就是说它的这个latency非常低啊 跟刚才说到跟DRAM比较接近 那么对于latency的这样一个要求非常高的这种关键的任务了 奥腾技术有非常独到的一个优势 那使用这个奥腾技术呢 那我们可以去解决这类的在传统的这个内存和存储金字塔 之前所存在的一个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经典的内存与存储的层次金字塔 这金字塔顶端是高性能的DRAM 它的容量比较小 但是它性能非常高 那价格呢也非常昂贵 嗯 那在底部呢是SSD或者HDD 它的容量呢是非常大 但是它的这个性能呢比较低 它当然也比较廉价 可以看出它们在SSD跟DRAM之间呢 有两大缺口啊 一个一个是性能方面的 另外一个是容量方面的 在容量上面呢DRAM要比SSD要少几个数量级 那在性能方面呢SSD呢比DRAM呢也要慢几个数量级 那么这样的话呢应用用起来的时候 就不能去得到一个平 非常平滑的这么一个体验了 要不就是容量不够 要不就是性能不够 那么我们的奥腾技术呢 通过两类产品啊能解决的问题 第一类是奥腾持有内存 它是一个内存的形态 它主要是解决DRAM容量不够的问题 它的单条的容量最大可以达到512GB 那几乎是DRAM的这个高一个数量级 那同时呢它的性能呢跟DRAM也比较接近 同时呢我们基于奥腾的介质呢也推出了奥腾SSD 这个产品呢主要是去解决SSD容量性能差距太大的问题 它的性能呢比SSD呢要高一个数量级 同时它的这个容量呢也是足够大 可以去满足它的这个需求 通过这两类产品呢我们可以去填补 在DRAM跟SSD之间的容量和性能的缺口 勾建一个更加平滑的一个金字塔 自从2012年开始呢 英特尔就投入了大量的这个人力物力啊 来开发这样一个新的产品 那么经过10年的研发呢 奥腾这个产品呢已经是日渐成熟了 那么在2019年呢我们正式推出了第二代的这个自强处理器 那与此同时呢我们的第一代奥腾持久类层呢 相应的也推出了 一旦推也在推出以后了就获得了广泛的这个好评 那么在2020年跟2021年啊 英特尔的第三代自强处理器啊 随着他们的推出了我们啊 推出了啊 英特尔奥腾持久类层的第二代产品就是200系列 他在100的系列上面呢有有更高的一个性能 还有更更多的一些功能 那么在今年我们将推出第四代自强处理器 于此配套的就是我们推会推出 300系列的奥腾持久类层 他在性能和功能上面相对于200系列 又有更大的一个提升 敬请大家期待 那在未来也就在明年或者后年 我们会推出下一代的这个自强处理器 我们的奥腾持久类层呢也会推出第四代 第四代产品呢将基于CXL提供更更多更丰富的一些特性 去支持更多的应用场景 敬请大家期待 PASA是一个消息对立的软件 消息对立是一个软件组件 通常啊 用于在进程间 或者是在同一线程的 进程的这个线程间进行通信 它是一个用于通信的重金件 早就上个世纪8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 但是应用范围相当较窄 随着互联网世代在这个到来 消息对立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应用范围啊快速的扩大 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IT技术设施 那为什么消息系统会变得这么重要呢 主要是它有几大作用 一方面呢 消息对立是一个异不同性的这么一个模式 因此它天然适合于处理 生产和消费速度不一样的场景 而这种场景呢 在大数据的时代是非常的普遍的 其次消息对立能够实现系统的结尔 通过消息代理将生产者和消费者隔离开 他们就不会互相依赖和互相影响了 消息对立的生产者和消费者 也可以独立的去进行扩展 第三如果数据的产生速度高于数据的消费速度 那么就会造成数据的丢失或者必须让生产的速度降下来 或者说让消费者速度加快 有了消息对立以后消息对立就可以用为 用作中间的一个缓冲将消息存储出来起来 这样的话起到一个蓄水值的作用 因此它可以起到一个消分填骨的一个作用 在很多系统中间是非常有用的 那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消息对立可以在作为一个数据的一个流血线 比如说在大数据系统中 它也有很多子系统 子系统之间是通过消息对立去进行这个连接和沟通 那前一个系统的一个输出变成后一个系统的这个输入 这样的话它可以构成一个数据处理的一个流血线 在内部进行扭转 这是消息系统的一个作用 那消息系统的一些典型的应用场景呢 包括我们常见的这种交易也就是事物 这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些一些应用呢 包括银行的这种程序管的这个交易啊 包括证券的这个股票啊 其货的交易等等 还有在线支付包括支付宝啊 微信支付这样的 那第二就是消息对立可以应用在大数据的这个分析领域 就是常见的就是日制分析啊 基于大数据外界的这种商业智能啊 知识图啊等等 里面都大量的应用了消息对立 第三呢 在人工智能领域啊 消息对立啊 对应用案例包括啊 深度学习的训练和推理啊 个性化的内容和商品的推荐啊 银行的反期价反洗钱等等 第四是在物联网IoT这个领域 消息对立啊已经用在像自动驾驶啊 这个无人驾驶啊 工业自工业这个互联网 工业自动化啊 还有我们的智能智慧程式这样的一些应用 那Parsa作为一个新一代的消息平台啊 它的这个一个特点就是一个统一的一个消息平台 那什么什么意思呢 它可以将messaging跟streaming这两大类的这种 消息对立的应用啊 给它统一起来 它都可以去处理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两类应用它们的这个特点啊 一类是消息同性也就是message 通常是OLTP 通常消息的这个量数据量本身不大 但是他们对实验会的非常敏感 希望把消息啊尽快传给到对方 嗯 因为这样啊 如果太慢的话会影响到这个系统的响应速度 同时这样的系统呢 通通常都是一些在线的系统 因此对可用性啊要求很高 同时呢对数据的可靠性啊要求也很高 不允许去数据的这种丢失 嗯 这是messaging它的这个需求是这样子的 那么另外一种系统叫streaming streaming通常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离线系统 包括啊像数据分析啊 AI的这个训练啊等等 它们的一个特点就是数据量啊非常大 需要处理很大量的数据 因此啊他们对这个吞吐率的要求很高 但是他们的这些实验其实没有那么敏感 因为啊它通常是一个离线系统 所以啊对实验的要求没有那么高啊 同时啊做一个类似数据流选线 这种一个技术设施的话 他们对啊数据的这种啊顺序啊啊 也是有一定的要求啊 由此可以看到这两种这个啊 两种这个两类应用啊 他们的这个啊需求是不一样的 那全类的应用是要求对实验比较敏感 那后面这一类呢主要是对throughput Parsar 加强哈这个有机的结合起来 同时满足他们这个要求 因此啊它是一个统一的消息平台 那Parsar 呢有啊这样的一些特点啊 它是提供一个统一的存储 那不管是message还是streaming的这个数据 都可以放在一个统一的存储中间进行存储 Parsar 提供分层的这么一个存储的机制 它自带这个分层的存储 这样的话可以降低成本 存储的这个成本 特别是长期存储的成本 Parsar 解决了过去 在企业内部的一个多个数据孤导的问题 把它形成了一个单一的数据池 大家的简化了数据的获取的成本 大家的以及管理的成本 还有就是Parsar 提供一个统一的啊 功能非常强大的这个工具集 帮助运维人员啊能够啊 快速有效的去管理我们的这个 消息系统 降低运维的成本 Parsar 的设计啊是一个啊 可以看它是一个可扩展的一个 Skate Out 这么一个一个架构 它是围绕啊构建统一的消息平台 这个目标来实现的 它的计算层和啊 存储层啊是完全结合的 消息的处理呢是 主要是由啊 broker 这一层啊来承担 那消息的存储是一个独立的啊 bookkeeper 机群来负责 二者之间通过高速的网络连接 他们啊他们两个啊都会独立的去啊 扩容 因为broker 本身是一个无状态的 因此啊 呃它可以很容易的去构建一个cluster 在任何一台机器出现问题的时候呢 都可以啊 不会影响到啊对外的这个服务 嗯 broker 呢也是另外一个独立的机群 它数据以多个副本的形式呢去呃 呃 因此啊呃 呃有很高的可用性 呃 嗯 broker 啊 呃通过这个简单的这家服务器啊 就可以去扩容 在传统的一些系统中间进行扩容呢 需要在数据进行迁移 在broker 里面呢 就不需要进行迁移了 因此 大大的方便呃 提高了这个呃 管理的这个效率 呃 降低了这个呃 复杂性 同时呢 这样的一个设计呢 也是能够呃 大幅的去降低运运运的复杂性 因为很多很多事情 它都是自己去呃 去处理掉了的 能够提高呃 运运的这个效率 降低它的这个成本 这是Parser的这个架构 那 那Parser在 呃 单身支持起来就支持很多的这个 这个特性呢 它支持很多这个云原生的特性 比方说它支持这个 呃 多个公有云 比如说AWS 呃 Microsoft的这个Az 以及是 啊 Google Cloud啊 阿里Cloud 这样的一些呃 呃 呃 公有云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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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户的这个之间的这个隔离以及数据的这个共享 他也支持在同一个租户下面的不同的Namespace Parsa支持工业标准的MQTT MQP这样的一些 常见的这个消息协议的这个标准协议 也支持像RocketMQ或者说Kafka 他们这样的一些标准的 常见的一些client 他们可以从Parsa里面跟Parsa进行交互 他支持像AWS的S3 阿里的ODS这样一些分层的对象存储 他也支持跨地域的这种复制 天然能够提供在不同云之间的这种复制 跨地域的这种复制 大大的降低了这个复制的这个管理的成本 还有就是他提供Function这样一些功能 刚才我们已经介绍了 Intel Auton持久类层呢 以及Parsa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如何用Intel Auton持久类层呢 来帮助Parsa打造一个急速的这么一个消息系统 为了进一步提升系统的性能呢 我们需要对Parsa的这个架构啊 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 特别是一个数据存储的架构 因为这是一个优化的基础 在Parsa中间消息啊被分为Topic 那么消息的生产者通过一个特定的Topic 向他发送消息 消息接收者同样使用这个 同样的这个Topic 来从Parsa的这个后段层层人家读取消息 为了更好的提供并发呢 每个Topic又被分为多个Partition 这些Partition分布在多个Block上面 因此一个Topic呢 可以被多个Block的同事了去处理 实现Block这一集的这个并发 提供他可以提供更大的通图能力 在下一集在Partition的内部的消息 被分成很多这个Segment 为了实现这个高可用啊 以及负载的均衡的Segment 又可以有多个副本 这些副本呢分别存储在 不同的Block上面 这样计算存储的架构啊 就分离了 因此他们会非常的这个灵活 这些节点都是对等的 因此没有主持之分 可以互相替换掉 因此它可以去进行 自由和独立的去扩展 存储节点呢 也可以进行快速的这个扩容 同时在每台系 如果系统中间有 有服务器崩溃掉 它也可以进行快速的恢复 我们更进一步的来去看 作为存储节点的 Bookkeeper他们的这个L路径 那在Booking内部呢 是有我们的这个读和写 他们这个读和写的路径 是完全分离的 这样的话读和写就不会互相影响了 右边这个蓝色的是写的这个路径 首先呢 Booking接收到外面来的一个消息以后 它将会追加到日志上面去 那在内存的这个日志呢 它也会写一份到这个WriteCache上面去 写完了之后呢 在这个时候呢 建了里面这个数据呢 需要把它刷到 刷到GenaDisk上面去 一旦写到GenaDisk呢 它就可以返回了 返回给这个消息发生的一个确认 消息发生就知道已经成功写入了 在Cache上的数据呢 通过给一个后台的线程呢 最后会将原数据 以及它在这个里面消息的数据 写到LedgerDisk里面 那么这个写 这是写的一个路径 那在读啊 读是一个完全独立的路径 那么有两类读 一类叫Trailing Read 那一类叫Cache of Read 那Trailing Read呢 是指这个消息啊 在RedCache中间还存在 那么它Read的只需要从RedCache中间读 读出以后直接返回给它就好了 如果是说啊 在RedCache中找不到 那么这就成为一个Cache of Read 这个Cache of Read呢 需要从LedgerDisk上面把消息读出来 然后返回给用户 那我们可以看到啊 对于我们的写来说 在这个关键路径上面呢 有一个Mansal的设备 就是GenerDisk 它的这个性能呢 会决定整个Bookie的这个写的速度 因此呢 我们可以使用 要提升它这写的这个速度啊 我们可以使用更高的 性能的这个Optain 也就是我们的直较队层啊 来替代GenerDisk 来从来提升整个Write的这个路径的这个性能 那我们要使用Optain直较类层呢 需要先去理解 Synia的这个NVM的编程模型 它是一个正在NVM介质的一个参考模型 Optain直较类层呢 是NVM的一种 因此呢 也需要征询这个模型 在这个模型下 NVM的使用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作为传统的存储 也就是左边这个框 在这种模式下面呢 Optain直较类层呢 完全被当作一个传统的快设备来使用 在快设备上面啊 可以去构建文件系统 用个标准的文件系统借口来访问它 或者应用啊 也可以直接去把它当作一个裸的快设备来访问 这个模式的好处啊 就是应用不需要进行任何的改动 代码的改动 Optain直较类层的行为 跟普通的HDD 比较S4D是一致的 通过使用这个BTT driver 它也可以实现 擅取级的原子性 比如说512之间 或者说4K的这种擅取原子性 在这种模式上面 实际上是把它当作一个 更高性能的一个快设备来使用的 另外一类呢 是基于Dex 也就是我们DirectX的 这么一个新型的存储 也就是右边的这个框 在这种模式下面呢 应用程序的通过内存 内存映射 可以将Optain直较内存 映射到自己的虚拟地址空间 然后通过load store的指令呢 可以对数据进行访问 就跟访问内存一样 它这里边有两种指模式 一种是叫叫Divodex 一种叫FSDX 那Divodex的是把整个设备 当作一个整体的进行映射 这是另外一个FSDX的是 把它当作一个快设备 但在快设备会爆建一个文件系统 在文件系统上呢 通过文件 它可以去对映射 它的奥腾 用这个地址空间去 上去 上述的这件访问模式 都可以利用 奥腾持久类传的特性 但是FSDX这个模式 是用的最多 因为它能够提供最好的性能 以及良好的兼容性 使用FSDX的底存的文件系统 这是FSDX底存的文件系统 是针对NVM的设备 有NVM的设备 有特殊的处理 那我们这个配置开始会跳过 数据直接会写入到底层的硬件 应用通过将文件的内容映射到自己的这个地址空间 跳过来这个内核 不需要进行上下文的这个切换 也没有数据在内核 内核空间和用户空间的这个拷贝的这个开销 也不需要去频繁的做上下文切换系统调用等等 因此它可以去 很好的去发挥这个 二段持久内存的这个硬件的这个性能 但是它的这个缺点就是它可能需要对代码做一些改动 相比FSDX呢 就它可以去支持将一个空间化为多个文件 更加便于管理 也更加方便去进行权限的控制 不过这个代码的修改 通常是需要去application 拿这方面去做 这个地方会带来一些挑战 为了让bookkeeper能够充分的去利用到我们的 二段持久内存的高性能呢 我们呢与跟社区一起合作 设计了一个基于FSDX的一个PM的plugin 那这个plugin利用了bookkeeper本身的plugin的这么一个framework 它是一个非侵入式的设计 在最上层呢 这个是它这个架构 最上层呢是一个pmem channel的provider 那么它提供了一个 它实现了一组接口 这么bookkeeper的channel就可以访问它了 在它下面呢是一个pmem channel这么一个class 实现了对percistmemoryhip的一个数据的一个读写 那下面是LRPL这个酷 这个酷呢主要是提供hip的 offhip的这个percistmemory的这个management 它是一个java的酷 那它是会调用我们的liboppm 这是一个pmdk里面的酷 它会提供一组平台无关的这么一组接口 它可以去根据平台 底下平台的这个硬件特性 来自动去选择最有效的这个写的方式 那最后通过它去访问我们的奥腾持久内存 因此这种设计直接去防了底层的戒指 让效率会非常高 我们刚才介绍了用奥腾持久内存 用fsdex的模式来开发一个针对percist的plugin 那么它实际的这个表现会怎么样呢 对bookey的性能影响有多大了 我们来看一下实际测试的一些结果 那这些结果主要是包括系统的通通率和系统的食言 首先我们来看系统通通率方面 我们使用了一个三节点的bookeyper机群 每个节点呢配备一个ssd 或者说一个一条奥腾持久内存 作为genodisk 那么在1kb和4kb消息大小的这个情况下面 我们可以看到奥腾持久内存呢 能比ssd分别要高出26%和28% 那它的这个最大延时 最大的吞吐达到了6.6GB每秒 是跟我们的硬件的这个性能呢 比较接近了 那另外一个指标 我们来看一下 在特定的5毫秒的p99的实验的情况下面 它们的性能是怎么样子的 那奥腾持久内存呢 在1kb和4kb两种情况下 分别比ssd要高出50%和66% 这一页我们可以看出 奥腾持久内存呢 对系统吞吐率的改善还是很大的 这张图呢是针对于四条平面们的情况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面呢 改善就更大了 那最大的吞吐率可以达到18G 是ssd的分别是ssd的3.34倍和3.56倍 这个数据是很惊人的 那么在5毫秒的p99的latency的情况下面 我们可以看到 它仍然可以达到3.27倍跟4.56倍 还是接近于最大的这个吞吐啊 还是接近于18G 这个可以看出 它不仅仅是 就是它几乎是一个线性的增长啊 那 那前面我们看的这个两个系统的这个最大的吞吐率 我们再来比较一下在特定的一些呃 场景下面的这个吞吐率 有些系统啊它对呃实验的要求很高 因此呢呃我们需要去关注它的这个呃 这个这个这个实验的指标 同时呢他们也会对要求呃在这个延时 保保证延时的情况下面呢 也需要去确保有更高的这个吞吐率 那么在这样一种场景下面我们选定了啊 一个SSD啊 最低1.475的p99latency的这么一个场景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场景下面的SSD呢 它只能达到啊它196兆每秒的这个吞吐 那在同样的呃呃实验的指标下面啊 甚至更低一些我们用一条呃pmem可以达到4.2G的这个吞吐 是单条SSD的21倍 如果我们使用4条pmem呢 那它的呃呃呃它的这个吞吐率 呃在实验呃呃相同的情况下面 它可以达到12.7G 是呃我们的SSD的64倍 这是一个呃非常非常高的数字 反应呢我们的奥腾持有类层能够在非常呃呃 啊高的贷款下面仍然能够维持一个非常低的一个 那最后这个图啊是我们的啊对于最低的呃 99%的实验的一个比较啊 左边这个柱子呢是SSD的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最低的实验啊 p99啊是1.475毫秒 那呃我们的pmem啊 啊如果用一条pmem的话 它的最低的实验可以达到600啊 655毫秒啊 只有SSD的44% 那如果使用4条pmem呢 也是呃一个比较接近的啊 只有也只有600多600多毫秒 只是SSD的45% 所以无论是一条还是四条都可以达到它的呃 只有一半的这个实验啊 这个改善是非常大的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即使是实验非常低的情况下面 它们的这个呃呃 throughput啊 比比SSD还是要高很多的啊 比方说一条pmem的话啊 他的这个throughput是要两倍 而四条pmem的的话可以达到它的三倍 嗯 从这些结果我们可以看出使用 fstext构建我们的pmem plugin 使得奥腾持久内层能够大幅的去改善我们的帕尔萨的吞吐率 降低它的食盐 最后我想对刚才的内容做一个小结 首先奥腾持久内层是一个革命性的存储技术 它是使用具有颠覆性的3D crosspoint技术来构建 具有低食盐高带宽 具备内层和存储的双层的特性 是一个颠覆性的产品 那么Parsar是一个非常流行的云原生的消息队列 它将messaging和streaming融合起来 通过存储和计算的杰奥提供了强大的面向云原生的功能 我们通过一个非侵入式的设计 使得Parsar的存储系统 Bookkeeper可以使用奥腾持久内层作为genodisk 我们的测试表明使用奥腾持久内层可以大大提升系统的通通率 降低系统实验 并延长了硬件的使用收敏 提高了系统的可用性 降低了运维的成本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聆听 我们Intel也非常愿意和大家在一起 去探索在更多领域中间应用奥腾持久内层 相信奥腾持久内层一定能够帮助应用提升性能 降低用户的成本 谢谢 谢谢